最後就要交保險絲 我們在電器上裝一個保險絲 避免過大的電流會傷害電器 裝保險絲當你的電流太大 熱效率太強 保險絲就會燒斷 就變成灌入 電就斷掉了 這樣就不會超過保護 保險絲 以前就所謂的五德義溶機 你也不用廢它 甚至於不用其它五德義溶機 把它就是一個東西 溶碟比較低 會容易就可以把它融化掉燒斷 五德義溶機 看一下就可以了 用這個保險絲比同導線的 電阻溶碟比較低 所以會比較會燒斷 電比較大會燒斷 所以大電流通過就熔斷掉 就會達到保護電路 那就變成斷路 不會通了 通了 OK 這個符號 保險絲的符號 很少出現 在國中的考試題目很少出現 但是你還是要匯正 好了 然後 我要保護這條電路 我要讓這條電路的電流不會太大 所以我就要跟這條電路串聯 讓我們的電流是一樣大人 如果我超過就直接燒斷掉 所以 要跟保護電路串聯 這叫做 保險絲的符號 跟它使用的方式 保險絲它通常都有規格 告訴你 我是5安培 還是幾安培 我是5安培 就表示我通過5安培以下沒問題 超過5安培 我就會燒斷 然後配合考試題目 你就會曉得 他告訴你現在的家庭裡面基本上沒有保險絲了 骨色有保險絲 然後呢 換在地下室 電影就喜歡一點 保險絲燒在就換保險絲 就發生一些恐怖的事情 什麼之類 恐怖的事情 可是以前是生活中 第一種人就是保險絲燒斷 他嫌麻煩 直接拿銅線去藥 拿銅線去藥 當然就不會燒斷啊 不是他說我喪失了保護的作用 第二個就是 用不同規格 我本來放的是5安培的規格 你拿一個10安培裝上去 那他到了6安培他也不會燒斷啊 那你超過安全部長 所以如果還用到保險絲 要同規格的保險絲 更是不可以用金屬線取代他 然後如果你要注意是不是你家的什麼電器 電器有問題管路和幹嘛 所以他會燒斷 他會燒斷 檢查一下 特別是如果你三不五時就燒斷 你家裡真的一定有什麼問題 他才會電流為什麼會過大 過大 你的電器用太兇嗎 還是有地方扭出了 問題 OK 現在改用這種 剛才我之前講過你們家那個 客廳有一個鐵的框框打開 這個東西 叫無融絲開關 他沒有這個保險絲 因為保險絲以前會融化 叫融絲 他沒有這個玩意 那直接跳掉就好 直接跳掉 然後你就把它翻回來就可以了 你跳就把它翻回來就打開了 冷一下就放那就可以了 無融絲開關 那這樣你也沒有什麼更換使用錯誤的問題 我有灑外帶就 金屬先取代 我直接翻回來就好 現在說無融絲開關 好 電流過來就自動跳開 跳開使用什麼路 灌路 沒有電 好 隱藏開 按回來就好 跳掉按回來就可以 按來就可以了 使用方便 不用花腦筋 花時間去重大保險絲 又不會出錯 防呆 犯錯 或怎麼樣 OK 當然可以 一樣 該怎麼臉 烏龍絲開關 什麼臉 剛講過會算什麼臉 換臉 一樣 算臉 好臉 讓他一樣 圓眼一樣 這個烏龍絲開關有兩種 一種這種叫腹棒 腹棒在你的考試考過 這是兩個膨脹率不同的金屬 然後這 圖上面是 紅的膨脹率比較高 紅的膨脹率比較外面 會比較大圈 所以他就 受熱就彎掉 彎掉就跳開 然後就會 就會變成斷路 這種 一定要讓他冷掉 要等他冷 他就翻回來 過一段時間要翻回來 誰要冷 你看熱的時候就彎了嗎 翻回來 另外一種是要用以後要教的 電磁感應的 電流磁效應的 所以以後要教他 害他跳掉 害他跳掉掉 這是用電流磁效應 啊 就是以前會以後要教的電流磁效應的 不是誤放 兩種原理 OK 最後就是 剛剛講過的 國民生活之等級啊 很無聊的 大家都知道的 用電安全的做法 好 剛剛說到這裡了 保險師 要同規格的話 不要拿 更高規格的 當然也不要拿更小規格的 不然的話 人家五安培 你放三安培的 三安培就掉掉了 你就一天到人 一天到人就掉掉 好 但更可以拿同絲去做 不會化 不會溶掉 超過他也不會溶啊 濕濕的 不要去 碰到電器啊 像什麼之類的 同一個插座 不要插太多的電器 這樣的話會超過安全負載電流 安全負載電流 你的手應該是抓著插頭的後面這個地方 拔掉 而不是這樣子拉 拉的話裡面會容易鬆脫 斷掉 甚至會碰觸變短路 會短路 OK 好這樣子 浴室啊 水啊 小心啊 注意 他雖然 他也是我覺得很怪之說 他在圖上面是告訴你說你的浴室旁邊 不要有這個電器 可是你們正常浴室裡面都會有個插座 讓你插吹風機用 可以吹頭吧 好 吹頭吹頭吧 謝謝客廣練習了